烏克蘭總統在星期二就聯合國安理會 未採取行動制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的戰爭 提出警告 並呼籲莫斯科為他們在烏克蘭犯下的罪行 承擔責任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 他們與之打交道的是一個 將聯合國安理會的否決權 變成死亡權的國家 這個破壞了整個全球安全架構 使他們在德爾不受懲罰 可以隨意破壞一切 由於俄羅斯利用了他們否決權 安理會一直未能採取任何行動 承連斯基通過視頻 對有15個成員國的安理會 發表了大約15分鐘的講話 幾天前在俄軍設利基庫郊區報查後 居民和當地官員報告說 有超過300名平民 在俄軍佔領該鎮期間被殺害 莫斯科否認捲入任何殺戮平民事件 並指責這是烏克蘭激進分子所為 承連斯基說那些對烏克蘭人民所犯下的暴行 是必須要有追責 在一天前 美國總統拜登主張應當是讓俄羅斯領導人 普京接受戰爭罪的審判